你现在是最后的 这是我的轮子 1995年六口人的华裔家族从华盛顿搬到奥兰多 黄爱迪11岁是家里的老大 对于这次搬家除了爸爸没人满意 他们本来住在华盛顿的唐人街 亲朋好友都在那里 但爸爸的事业定在奥兰多 为了开始事业的新篇章更好地融入美国 全家人离开舒适圈 搬到人生地不熟的奥兰多 一大早妈妈给三个儿子 打包了午餐 特别嘱咐爱迪 你在学校和朋友们好好相处 不要惹事 爱迪不知道为什么家里有三个孩子 妈妈非要盯着他说 难道是因为他看起来最帅吗 不管怎么样 爱迪还是上学了 他非常喜欢美国文化 特别是黑人说唱 所以第一天吃午饭的时候 他就问黑人小兄弟能不能一块儿吃 对方先是拒绝了 考虑了两秒还是让他坐下了 这时后面的白人小兄弟 看出爱迪穿的T恤上是最有名的黑人歌手 直接叫他过来一起吃 就在爱迪打开午餐盒的一瞬间 白人小兄弟立马翻脸 爱迪想解释 这不是虫子 是中餐面条 但他还是被赶走了 就连黑人小兄弟也让他去别著作 那天爱迪只能躲在体育港后面 自己吃完了面条 爱迪不想待在这儿了 他想回到华盛顿 看起来大儿子没能融入到新环境 紧接着二儿子放学了 这是我的女朋友 Kim 真是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第二天上学 妈妈还是给爱迪打包了中餐 结果一出门 爱迪就把饭给扔了 为了避免中午的尴尬 晚上爱迪回家拼命干饭 妈妈一眼就看出了问题 爱迪说自己需要白人的午餐 只有这样才能在餐厅得到一个座位 当天晚上 妈妈带着爱迪去了白人的超市 一进门他就傻了 这地方是超市还是医院呀 真没人情味 和华人超市的热闹不能比 但是为了儿子 还是硬着头皮买吧 第二天 爱迪终于带了披萨当午餐 刚要夹热的时候 却被黑人小兄弟一把甩开 爱迪毕竟是龙的传人 这委屈能忍 他直接走了黑人小兄弟一顿 随后父母就被叫到校长室 本以为妈妈爸爸会生气 但是父母的话出乎意料 为什么黑人小兄弟的父母不来这里 你作为校长这么偏向 是不是想吃官司呀 出来之后 妈妈告诉爱迪 你站出来 为自己打包不平 我是不会生气的 爸爸说 这就是他们搬来这里的原因 新环境会让他们变得更强 他们会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所以不要松 即使开始是困难的 只要坚持下去 没什么是我们做不到的 开创美好未来的第一步 对孩子们来说就是学习 爱迪曾经试过把成绩单贴在肚皮上猛混过关 但妈妈一眼看穿 必捡 这是一个华人家庭不能接受的成绩 如果还想好端端的活在这个家里 爱迪最好是有点觉悟 一到收成绩单的时候 就是爱迪最紧张的时刻 yes 奶奶坐在轮椅上 为她打开牛气的背景音乐 当妈妈看到这张全A的成绩单的时候 立马找到学校质问校长 你们这儿的考试太简单了 最近的中式补习班在哪里 我必须马上送儿子过去 校长说 不好意思 我们这儿没有中式补习班 但是有遇见小动物课外活动 当妈妈看到他逃出一只毛茸茸的小鸡的时候 真的是要记忆死了 这不是玩无丧志吗 再这么下去 他儿子将来怎么成功 还是爸爸出了个好主意 让妈妈自己在家里去办补习班 亲自为孩子们补习 这件事灾难性的消息 对艾迪来说真的是灾难性的 看着隔壁白人小伙伴被篮球砸到脑袋 艾迪羡慕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每天三小时 妈妈的爱全方位监视着三个儿子 真是让人喘不过去 但是艾迪很快发现了问题 是爸爸不想让妈妈在餐厅里管东管西 才把他支回家里给孩子们做补习 他反手就是一个告密 把老爸给卖了 妈妈立马杀到餐厅 他要孩子老公两手抓 让孩子们在餐厅里不息 他到达餐厅的一瞬间 所有人都开始紧张 此时有一伙准备逃单的年轻人 妈妈质问爸爸 你准备怎么处理 用善良感化他们吗 爸爸过去动之一情 小之一礼 我们是家庭餐厅 请不起逃单 但是一转身 三个年轻人就跑了 爸爸痛苦地回到了办公室 看来确实是我无能 但是员工们竟然走过来 对妈妈说 我们愿意为逃单的客人来买账 因为老板真的是一个善良的人 妈妈不能让老公伤心 她一脚油门撞翻了两个逃单饭 然后用洋葱击倒了一个 妈妈把这三个人压到餐厅 用颜色让他们认错 既不伤害爸爸的自尊心 也不让餐厅损失 回家之后 妈妈也反思 自己是不是太严厉了 她让孩子和爸爸一起出去玩 这下轮到白人小伙伴羡慕她了 看来我们会去学生的学生 很快他们就遇见了新问题 妈妈无法融入这里的妈妈团 和这些人在一起 真的没有共同语言 另一头 学校里的每个人都有一双乔单 只有艾迪没有 她在学校里还是没有地位 没有存在感 她得做些什么 比如叫一个性感的女朋友 但她好像搞错了目标 那天爸爸碰到刚结束度假的邻居 他想热情一些 就说你真是个好爸爸 还带着女儿出去度假 结果对方的表情瞬间实话 这位年轻的女士是邻居的妻子 从爸爸的反应就能看出来 外人看这对老夫少区的组合 是一百个不看好 因为女邻居太年轻漂亮 社区里处处流传着她的丑事 第三者 插足破坏别人家庭 祝福们不但讨厌她 而且害怕她 害怕自己的老公对女邻居感兴趣 继而抛弃家庭 但是爱迪妈妈不这么想 女邻居一下就能明白她话里面的梗 还了解史蒂芬金的电影 比那些每天文文作响的主妇们好沟通多了 更重要的是 女邻居不但不嫌弃她做的中餐 甚至非常喜欢 在没有熟人朋友的陌生城市 女邻居的出现真的让妈妈心花开放 爸爸只反对意见 一旦她的老婆和主妇们的眼中钉走得太近 主妇回家告诉丈夫们 千万不要来自己的餐厅吃饭 那这业务怎么开展 所以为了和大家搞好关系 和漂亮女邻居疏远是第一步 妈妈觉得好像是有点道理 那为了家族生意 她只能逼自己融入主妇团 社区内举行活动 主妇团又开始朝着眼中钉发难 你看你穿成这样 不能让我老公接近你 别惹得一身麻烦 她们甚至逼着妈妈 否定和女邻居的朋友关系 女邻居落寞地走开了 艾迪看她落单 满脑子泡妞 竟然冲过去 冲着女邻居扔优惠卷 妈妈被主妇团拉到台上合唱 这些女人还明里暗里 透露出一种 我们带着你这么一个中国女人 一起玩是你的幸运 妈妈转眼一看台下 女邻居正在吃她做的臭豆腐 瞬间抛开一切 什么搞好关系 我为什么要和不喜欢我的人 搞好关系 她夺过话筒 为女邻居勤勤献唱 丈夫刚开始觉得 完了 这下彻底完了 没人来光顾自己的餐厅了 可她显然高估了主妇们的实力 低估了自己老婆的歌声 旁边的人纷纷询问她 你老婆是歌手吗 爸爸立即说 不 虽然她不是歌手 但经常在我们自家开的餐厅里演唱 紧接着就开始发放优惠券 艾迪妈一战成名 不但收获了好朋友 还打开了餐厅的知名度 而且就在活动的末尾 艾迪意识到自己行为不对 她找阿姨道歉 人家亲切地拥抱了她 就这一幕 被周围的小兄弟们看在眼里 不管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 他们看到的都是 艾迪跑到了妹子 还是一个正的正的妹子 简直太厉害了 这一家人的故事 还会怎样发展呢 怀疑在美国出来杀到 究竟是苦还是甜 每周六学校里流行一种活动 就是去别人家过夜 然后周一他们就会在 未受邀的同学面前炫耀 比如亚裔男孩黄艾迪 从来没去过别人家 和他相同处境的只有一个人 黑人小兄弟他也没被邀请过 自从上次艾迪摸了女邻居的屁股之后 他算是小火力吧 所以今早白人小兄弟向他伸出橄榄枝 邀请他周六晚上到家里 看点Dirty Book 大家都11岁 还在一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 Dirty Book没人能拒绝 艾迪非常非常想去 但是妈妈这两天迷上了晚间新闻 上面有各种制造恐慌的新闻 妈妈因此有点神经兮兮的 一听艾迪要去别人家过夜 当即就否定了 万一遇见老坏蛋怎么办 等到吃完饭的时候 艾迪对着妈妈叫嚣 如果你不让我周六去同学家 艾迪立马意识到自己做得过分了 在这个家里和妈妈作对 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妈妈说你可以请同学来我们家呀 我们都是好人 但是艾迪又没有Dirty Book 怎么吸引人 此时爸爸回家带来了一个好主意 他的餐厅终于做满了 咱们家马上要有钱了 妈妈的雷达立马启动 不能因为客人的蜂拥而至 给自己惹上麻烦 魏语成谋准备起来 爸爸说不用担心 保险都保了 客人意外滑倒 厨房意外火灾 保险包含一件 妈妈总是能找到破绽 性骚扰 这个保险不会保吧 但你承不承认 非常有可能发生 妈妈决定搞一场座谈会 告诉餐厅的员工 这么预防制止任何形式的性骚扰 具体方式就是骚扰每位员工 还讲黄色笑话 幸好爸爸及时阻止他 要不然员工就该报警了 第二天 艾迪和白人小兄弟说 我不能去你家了 白人小兄弟丝毫不介意 你都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 那可是最新版的花花公子 主定你没见过 艾迪是龙的传人 他能忍这委屈 脱口而出 I have a dirty movie 制片人哪有会动得来劲啊 同学们瞬间被征服 决定周六晚上去艾迪家 可问题是 艾迪怎么会有dirty movie 他只能带着两个聪明弟弟 去音像店头一个 两个弟弟负责吸引店员注意 他穿着奶奶的大衣 方便把货运出去 事实证明 艾迪根本没有那个胆子 他甚至遇到了白人小兄弟 人家当面就揭穿了他 但是白人小兄弟 不打算告诉别人 因为周六晚上 看艾迪出手 不是更过瘾 艾迪失败地回家了 妈妈还是没有放弃 给员工们 做情骚扰讲座的事情 他这次请了一个专业人员 来现场做演示 不知道是不是 女店员寂寞了太久 居然找单全收 甚至意犹未尽 艾迪没偷到dirty movie 他想到一个好主意 自己拍 他敲向隔壁的门 这家的女儿 长得特别漂亮 艾迪想让他表演一个汽车 人家看他的眼神 仿佛在看蟑螂 可是时间一转眼 就来到周六晚上 艾迪已经准备好丢人了 但是同学在桌子上 发现一盘录像带 其实这盘录像带 是情骚扰防范教学视频 艾迪现在只能顺破下旅 他也不知道 立面会播放什么 万万没想到 同学们非常喜欢 显然这帮11岁的孩子 不知道什么是dirty movie 百人小兄弟都以为 艾迪真的偷到了录像带 但是到了周一 百人小兄弟居然玩音的 他偷了艾迪的录像带 复制了几十份 全校的男生 现在人手一份 瞬间 这份录像带 开始在校园里 病毒式传播 男孩都像疯了一样 尝试片子里的搭讪方式 情况迅速失控 校长又找家长了 他还是很理智的 知道这份录像带 完全没有问题 但男生们认为 这是一份dirty movie 说明他们对性 一点都不了解 学校想举办一次 信教与讲座 同时学校希望 家长能和孩子来一次谈话 为了帮助家长 学校还发了一本书 书名叫花朵与娇水壶 回家之后 妈妈想和艾迪谈 爸爸直接拒绝了 你不要把咱们儿子的 启蒙教育 搞成地狱审讯 爸爸亲自上针 艾迪的小脑袋瓜 要炸裂了 他万万没想到 爸爸会这么说 爸爸耐心地 忧潜入身地 文明地 告诉给艾迪 真实的新教育内容 结束谈话之后 艾迪觉得很好 他知道了真实的内容 并不会因此感到恐惧 或者其他不好的感觉 别的同学 可能只会学一些 滑和浇水壶 他发誓 将来自己当了父亲 也会这么尊重自己的儿子 妈妈突然冲进来 虽然妈妈比较粗犷 但艾迪确实是明白了 在之后学校讲座上 小兄弟们都选择去 艾迪家度过周六 龙的转人 再一次掌控全场 到了假天 妈妈一边找工作 一边带着孩子们去超市 蹭冷柜里的凉气 虽然家里有空调 但是空调太费电了 他们又不是什么豪门 店员快被折磨疯了 这一家人什么时候走呀 任天堂推出篮球明星 奥尼尔的游戏 居然要五十美金 艾迪觉得 这帮日本人真是疯了 为了新游戏 大家都开始拼命赞钱 有的小兄弟 甚至一周没吃午饭了 艾迪决定问妈妈要 这种生死攸关的大事情 妈妈一定会理解的吧 妈妈表示 我理解你个大头鬼 在我找到一份新工作之前 咱们家不许开空调 艾迪想问爸爸要钱 但是爸爸说 咱们家没有不劳而获的传统 11岁的时候 都已经创业了 这样吧 你每天放学后来餐厅工作 我会给你工钱 艾迪成了一名烤肉小子 负责用铁盘上烤肉 他干的还算比较兼职 晚上回家的时候 艾迪故意在车上哀嚎 好累 真的好累 只有50美金能治愈我 爸爸并不吃这套 我的father 立的爷爷 干了一天的活 只能得到一个鸡蛋 你这才 哪到哪啊 爸爸觉得 艾迪干不好工作 但是不到一周的时间 艾迪已经炉火纯精 掌控全场 一周的时间 艾迪挣了18美金 他起炸了 这离50美金 可差太远了 皇室家族的钱 可真不好赚 等到游戏出来的那天 朋友们都去冲冲冲了 只有艾迪还得去餐厅打工 他叛逆了 就算买不到游戏 也不要去打工 失去艾迪的餐厅 还真玩不赚 爸爸气得冲回家 告诉奶奶 一定要让艾迪 每天放学都来餐厅 周末也要来 这样他才会明白 什么叫敬业 这是我爸爸教会我的 但是奶奶说 你跟你爸爸的关系 后来怎么样啊 爸爸反应过来了 他走进艾迪的房间 给他50块钱 而艾迪买好了游戏 立即回到餐厅 把游戏交给爸爸 你先替我保管吧 我工作完再玩 另一头艾迪妈领着孩子 四处蹭空调的时候 居然误打误撞 成了一名房产经纪人 甚至拿到了第一份提成 他牛气哄哄地回到家 说出了最甜蜜的一句话 当亚裔黄妈发现 自己做的晚饭 是美式通心粉和奶酪 培根碎 他瞬间崩溃 为了不失去中国人的中国心 第二天一早 全家启动进击预案 国外有一则传播范围极广的传言 中国人都是数学天才 这一点从黄霸卓越的经商头脑中 就可以看出来 他可以用最低的预算 买到效果最好的广告位 具体操作如下 假如你是一个机场陆路的旅客 刚来到小镇 一路上会遇到很多广告牌 但只有面前的这个红灯 时间最长 周围也没有搞建筑 阻碍视线 角落里总有一个邋遢的流浪汉 提醒司机们 他们也饿了 为了不看到流浪汉 人们会自动转移视线 看向上方 当当当当 黄霸选择的广告牌位置就是这里 他算好了旅客的心理活动 用最合适的价格 给自家餐厅做了宣传 事实证明 这项头子非常明智 餐厅的上座率明显攀升 黄霸还受邀参加 商会举办的慈善抽款活动 更重要的是 举办地就在乡村俱乐部 这就代表 本市的中产阶级俱乐部 正式向黄霸黄骂发出邀请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一员 和生意顺风顺水的黄霸比起来 艾迪的校园生活 就没有那么快乐了 他是那个在校车上装睡的孩子 因为后排都坐着人气高 破坏力极强的学生 他们这些好欺负的软蛋 只能坐在前面装睡 艾迪喜欢隔壁的女孩妮可 对方就坐在后排 为了和妮可说话 艾迪大胆尝试 但结果是 为了躲避后排的恶魔们 艾迪想让黄霸开车 送自己上学 顺便收上尼克 虽然黄霸同意了 但是尼克不同意 他还是要坐校车 一家人气成去上学的时候 发现了黄霸的广告牌 被破坏了 警察说 可能是附近的小孩 做的恶作剧 你们回去等着 我们会抓到恶作剧小鬼的 这难道是美国人 嫉妒中国人开的餐馆 太成功搞得破坏吗 是 但也不完全是 晚上黄霸黄霸 一起去参加乡村俱乐部的晚宴 他们又来到广告牌前面的红灯 这次广告牌上写着 大大小小的小偷字样 黄霸一下子火就窜上来了 黄霸却心虚了 对 其实 他就是那个小偷 黄霸开的餐厅 完全抄袭了金马鞍餐厅 一年前 他到金马鞍餐厅考察 对店内的一切安排都非常满意 却拿不出五万美金的加盟费 黄霸投了那本运营手册 从厕所的窗户逃了出来 现在 他自己的餐厅 开得越来越好 正爬二级 马鞍餐厅的老板 就开始不爽了 黄霸和黄霸参加完晚宴 他实在憋不住了 把黄霸带到金马鞍餐厅 向妻子坦白 自己是抄袭别人的 之前黄霸曾夸他是一个有远见的人 很抱歉 自己只是一个卑鄙的抄袭者 但是老婆安慰他 不不 你是一个出色的生意人 这时 金马鞍老板过来大笑声 作为反击 金马鞍老板挖走了黄霸的大堂经理 还开出了双倍的工资 给黄霸打了个措手不及 那又怎么样 黄霸黄霸是龙的传人 这委屈他不能忍 直接来到金马鞍餐厅的广告牌位置 进行了副手涂鸦 在黄霸的帮助下 艾迪虽然把最喜欢的唱片送给了妮可 但他并没有进一步取得其他发展 在学校 还是那个不受欢迎的Azenboy 这天 校长突然把他叫到办公室 说让艾迪做一位新生的出来好友 校长相信艾迪和这位名叫菲利普的学生 一定有共同点 菲利普进门的一瞬间 艾迪太开心了 这是他搬家后遇见的第一个同胞 艾迪迅速带他熟悉校园 还和黑人小哥炫耀 看见没 现在我有朋友了 你还是一个人 艾迪问菲利普 你老家是哪儿的 湖南 菲利普是被犹太人受养的亚裔男孩 他从小就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 和艾迪不同 菲利普不喜欢受伤 更喜欢歌剧 不喜欢篮球 更喜欢托尔斯坦 从不看电视剧 因为安息日要向上帝祷告 就连饮食习惯都不一样 显然这俩人做不成朋友 但是校长才不管呢 他需要这两个亚裔学生证明 自己确实是一个多元化学校的校长 之后校长还做了各种刻意的安排 强行撮合艾迪和菲利普成为朋友 一直到放学他们都被捆绑在一起 直到黄妈看到了菲利普 他简直看到了理想中的完美小孩 说话有礼貌 头发竖得整整齐齐 每天练习五遍大提琴 简直不要太优雅 回家之后 黄妈迅速和菲利普的黄妈 取得了联系 艾迪小脑瓜一转 黄妈这么喜欢菲利普 他说菲利普是野兽男孩的狂热粉丝 如果你允许我和他一起去看演唱会 说不定我会和菲利普成为好朋友 本来黄妈很讨厌这些说唱音乐会 但一听菲利普喜欢 直接说没问题 艾迪你可以去了 但没想到当天晚上 菲利普的父母就邀请黄爸黄妈吃饭 他们一起欣赏了菲利普的大提琴独奏 黄妈好像看到了天使 艾迪则要时刻小心 不能提起野兽乐队的事情 小心穿帮 万万没想到当黄妈 当着菲利普的面提起这件事的时候 菲利普竟然帮着艾迪撒谎 但他也有条件 因为安息日 犹太人不允许开车 手里不能拿钱 菲利普想去看悲伞世界 父母不能送他去 所以他希望艾迪当他的兽 买纪念品和T恤 等到第二天 艾迪履行了诺言 陪着菲利普看歌剧 这东西对他来说 简直太枯燥了 看完演出 艾迪和菲利普去派对买纪念T恤 艾迪半路想上厕所 回来就会把手伸进菲利普的兜里 拿钱帮他买衣服 可是等艾迪回来的时候 菲利普居然不见了 这别是什么儿童诱拐吧 艾迪立马告诉黄妈 他们赶到菲利普的家 发现菲利普居然自己回来了 原来现在已经过了午夜12点 不是安息日了 菲利普可以自己拿钱自己坐车 他就先回家了 黄妈瞬间生气 这么说 你是把艾迪一个人扔在了那里 并且没有陪他去看野兽男孩的演唱会吗 这之后 黄妈陪着艾迪去看了演唱会 差点把自己搞崩溃 第二天上学 艾迪直接和菲利普绝交 我们中国人绝对不会这么不仗义 你才不是中国人呢 此时艾迪也有了意外收获 黑人小哥也穿了演唱会的纪念T恤 美国的疯狂之处体现在 这里能迅速同化外国移民 皇家人来奥兰多已经一段时间了 他们都适应得很好 黄爸的餐厅运营顺利 黄妈成了不动产的销售冠军 艾迪的学校这两天要搞文化节 每个学生代表一个国家 家长们都要来参加 艾迪通过抽签抽到了冰岛 他才不想要冰岛呢 黑眼圈小弟抽到了雅买家 艾迪走过去忽悠他 我有电视女主角的电话号码 你换不换 黑眼圈小弟真的是太容易上当了 艾迪只是把家里的座机号给了他 还让奶奶加班女主角 居然就成了 另一边 黄妈正在劝黄爸加入乡村俱乐部 这里有非常多的人脉资源 邻居夫妻就是其中的会员 他们说在俱乐部里谈生意都是裹着玉金 在桑拿里就谈成了 黄爸心动了 虽然要叫会费 但说不定对事业真的有帮助 偏偏邻居自时说了一句话 黄妈的雷达再次发动 什么意思 难道说我们不像中国人了吗 完全被美国通话了吗 回到家他一直都在想这句话 黄妈不想让孩子们忘记 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黄爸刚开始还安慰他 没事 我们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 可是当黄妈看到自己准备的 纯白人晚餐的时候 事态焰化成红色警戒了 第二天一早 黄妈就开始搞文艺复兴了 她给孩子们报了中文培训班 天天补习普通话 而且黄妈杀到学校 要求校长把艾迪负责的国家 换成中国 但艾迪不高兴了 她非常喜欢压卖家 那里比中国酷多了 黄妈一听就急了 从现在开始 黄家开始吃鸡爪子 表示对祖国的忠诚 不吃 不吃你们就饿着 等到了学校 艾迪对文化节的准备 基本相当于没有 盘子 酱油 大熊猫的扫描图 这就是全部了 校长说 你这个态度不太行呀 期待你正守文化节上 能拿出更好的东西 黄妈还逼黄爸 退出乡村俱乐部 怎么能加入 全都是白人中产的组织 但是黄爸 已经在里面 认识了不少生意上的人 她呀实在是做不到退出 就在某天 偷偷打球回家的时候 被黄妈发现了 结果黄妈也偷看了美剧 甚至吃了美式快餐 她非常难过 艾迪也冲进来说 我不要当中国人 我要当亚迈家人 黄妈也见不过她 算了 亚迈家就亚迈家吧 等到文化节的时候 艾迪高高兴兴地 穿着亚迈家服装 对面的小胖 突然嘲笑起大熊猫 说他们蠢极了 艾迪的笑容 当场凝固 艾迪在文化节上 得了F 不通过 但是黄妈却将 这张成绩单 贴在冰箱门上 表示对艾迪的家乡 因为她勇敢 捍卫中国的样子 黄爸黄妈 全都看到了 他们不再担心 孩子们忘了自己 从哪里来 因为写在血液里的DNA 永远不会改变 黄家来到奥兰多的故事 第一季就这样结束了 希望给大家 带来了一点快乐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